打籃球中場休息 沒想到突然間一名男子屈膝厚道趴地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男子整張臉發黑 球友權嚇壞了 幸運的是其中一人正是消防員 他二話不說趕快幫忙CPR 還有球員狂奔 跑去找AED電擊器 五分鐘從鬼門關前把人救回 躺在病床上回復意識 還笑容滿面的 正式打球昏倒 一度沒生命跡象的四十一歲男子 他是工程師 半年前發現心肌梗塞 心臟裝支架 沒想到如今又疑似 因為心肌梗塞 差點沒命 球友身兼救命恩人 將人救回的是 臺中一份消防分隊的隊員阿虹 他回想事發經過 當下真的相當緊急 電擊一次 那電擊完持續不間斷的CPR之後 大概壓了大概CPR了一分鐘 他就在我面前清醒過來了 他真的覺得很不可思議 然後也覺得很開心 自己的隊 把自己的隊友救火了 很感動 男子打籃球 差點沒命 重獲新傷 肯定永生難忘 記者皇上 連續機 接吻 旁報 超充塞